Hello,大家好,我是钟楚希 然后在生活在别处的我中 扮演的是乐山的下谷 也是上海县的下谷 然后 然后按照一个刘老师 就是1234,来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刘雪宇 在生活在别处的我中 饰演的是郁剑 一个乐山的设计师 大家好,林雨昕 在生活在别处的我里面 饰演郁宇 大家好,我是姚池 然后我是在生活在别处中 扮演艾伦 也是一个调走士 然后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然后自我介绍完了之后 就到了我们这个剧图的聊天的环节了 然后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过来了 因为就是我们收集到了一波关于大家对于我们剧的这个问题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生活在别处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可以围绕自己所在的角色 自己所演的角色 所在的那一条故事线 然后各位先谈一 然后也是要不然从中老师开始 我先开始啊 我先问一下大家我们不要那么官方嘛 这一来我们就Q流程 你们都看剧了吗 你们有看吗 大家有看吗 看弹幕快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看了吗各位 有看吗 学义声歌有看吗 他必须看 我一般我都是六点半看 等六点让他们发发弹幕 六点半看 我都开SV2P了 没有电台追 我一般喜欢看看弹幕 看看用户反馈 你自己不发吗 我自己不发 我自己不发 我主主了 好吧 然后我也看 我也是有看弹幕 然后也在追咱们的剧 之前也没有看过 也是第一次当这个观众 其实就是整个戏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吗 一开始感觉 我感觉弹幕有观众会发现 怎么突然那个山 突然上海啊 就是有观众会觉得有点疑惑 但是后来我看 就是大家也都明白了 我们这个是比较新颖的一个题材 就是它是两条线 它讲的是一个平行时空 就是因为上 就是下果它也有不同的选择嘛 就是有去 有的去上海追梦的 然后还有留在乐山的一个不同的生活经历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呢 其实我当初看到剧本 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觉得比较能够带入 就是能够让大家去带入自己的这个经历 无论是哪种选择 就是都跟 都是 得要生活很精彩 而且每个人 其实都会面临一些选择 不管你是 什么样的选择 不管是男是女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年纪 都会面临选择 所以我看的时候自己还蛮共情的 也会经常在想说 如果当初 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我没有选择去上海 没有选择去上戏 我留在了广州会 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不会继续在跳舞 或者是会不会又改行 做了别的 都会想 然后 其实就是不同的选择 然后造就不同的人生 这样子嘛 咱们这个戏 对 这是一个 对 而且我想说一点 就是无论是什么选择 我觉得也都是没有对错的 都是当下认为 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那一个选择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 然后大家带着这种结果 继续体力成全 做更好的自己 然后让自己 每天活得更加充实 更加幸福 是的 是的 只要是你当下遵循内心的就好 嗯 嗯 宣哥 宣哥 宣哥接着呢 没有你们仨都把我 想说的都给说了 我觉得特别好 那不行 你得薛总的总决性发言一下 哈哈哈哈 刚刚薯熙说的特别好 就是 转折 转折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 对于每个人来讲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 一样 没生活中没得混合 对吧 特别好 真的学艺你们俩说的特别好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了解你主持人 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故事线的话 那我就说说我自己的那一条 因为我是在其实在中段推荐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可能和大家也不太一样 我对于我的角色来说就是一个 就是可能一个自由快乐 然后其实生活中也没有特别大压力的一个男孩 虽然他有自己的苦恼 但是他就是比较向往自由的生活嘛 如果说选择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个一直都很坚定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种就是很自由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然后具体的我觉得对 具体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反正到接下来的剧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看到一些变化 我不知道现在播到 对你现在刚出来还没有展开 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然后那就既然咱们说到这个自己角色的选择 不如大家再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吧 因为可能 因为我估计大部分我们的直播的观众应该都看了 但是可能还有一个人没看过 所以你们有最高的感觉 从我开始 好从我开始啊 夏果嘛 夏果就是一个乐山的女孩 来自乐山 生在乐山 然后长在乐山 一直到她25岁家以后 然后才就是面临了这个选择 那她夏果其实就是 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 不断的去成长 然后找寻自我 就是不管是 那我们这部戏里面是出现两条线嘛 不管是在乐山线的这些加长 加长里短啊 还是就是上海线面对职场的一些压力 其实她也都经历了 然后也都扛过来了 也都就是呃 体会过啊 而且就是在从中就是不断的成长 啊 就是两条线都有不一样嘛 就是在乐山可能就是呃 呃 一些比较琐碎的生活 但是在这些生活 呃 我也应该不会设计剧透吧 就是 这个呃 一些琐事里面 一些小小日子 小小美好 或者是呃 杂七杂八的琐事里面 去找到一些自己的呃 幸福 呃 自己的一个安稳 一些呃 呃 人间亲情啊 然后还有就是家庭的温暖 那么在大城市 像像下果道的大城市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打拼 不断呃 呃 跌倒再重来 然后再迅速成长 然后就是一个拼吧 呃 一个闯劲 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呃 比较舒服的生活方式 是这样子 有老师 哦 对对对 要先 那 遇见呢 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 他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想要在 你自己的工作上就得到一个 提高的成就那么一种人 他还是想 走过好自己的这一个小家 能给自己身边的 父母 父母 然后老婆 包括朋友 都在身边照顾好 保护好 这么一个比较有 这种小责任 小担当的这么一个 小男人 然后呢 他也有他很坚持 很有担当的一面 也有他很 很面 或者就是在剧里面叫 霍西尼的一面 但是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庭 我能更加盛利 更加幸福 更加快乐的 走下去的 这么一个 儿子 这么一个丈夫 只要副部长 咱不进行下一个流程 是吧 你也介绍一下您的节奏了 我是要介绍我这个角色是吗 大概跟您的观众 说一条 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 我的角色主要是上海线 简单的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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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别人感动小 我特别 成熟的一段 因为我和声哥也有一场共产戏 就是感觉 非常有劲章力的那种 恳疲魅力来共的感觉 你觉得声哥演戏有压力吗 很有 但是声哥也很好 但是就是 就是因为 哇 这么有 金刚演员 站在我面前 然后就觉得 哇 这也太帅了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太帅了 然后我会觉得 你都感受到了 太能感受到了 就是 就是有一种 就我不知道 可能我什么时候 才会拥有那种客气 也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有 但是就是有一种 哇 很帅的一个男人 在我自己面前 然后 然后好像觉得 哇 这个人是一张红 就是感觉 他能 handle 所有的事情 就有这种感觉 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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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人家是学了怎么样 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小小爱 嗯 那现在您 您说 没有 没有 我觉得 我就别说了 就是因为 那个 我呀 觉得 你可以追问到 下一个感觉 真的 哈哈 你今天这么西字如今 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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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觉得 姚慈说的 让我 谢谢 我刚刚是觉得姚慈 说的特别 对 对 我 我挺想 讲一下姚慈 因为我跟姚慈 有一场剧 然后跟学艺 有一场剧 是说是否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因为 下一个环节就是你现在来采访你了 你跟学艺拍戏是什么感受 然后跟姚慈拍艺是什么感受 来请开始你的 阐述 你这真的太难为申哥了 申哥一个哀人 而且跟我们俩一人一场戏 一样聊感中 哀人并不代表不会讲话嘛 对不对 申哥 申哥还是能聊的 在现场很会聊天的 申哥 挨人 那一项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先说 因为我刚刚说的姚慈 我总是想要说一下姚慈 因为姚慈 我见到她的时候 在嘴巴里面像你刚刚说的 你在发牌后面 就是一个很短的那个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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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你讲 就是 作为一个男孩子啊 能剃成这么短头段的人 他得拥有提高的研究 对对对 他现在也是 他现在也是 他戴的是头套 谢谢 这是头套吗 因为有没有正常 那 那 我 一下我 最后讲你啊 然后 学艺呢 就是我一下 两个 这个时候 病还没好呢 对吧 然后在 大冬圈里面 冬圈雪地 反而就 三辈万 一样的一场戏 那场戏 最后哪里应该就是 手机 来跑 所以那天 也是我第一场外景 也是你 也是见到你的第一次 碰到你在戏里面的那场戏 也跟你一组 在寒冷的冬圈站了一会儿 那天真的好冷 那天嘴都麻的 我觉得那天特别冷 因为咱俩病还没有完全少 因为都是 养了以后 害的这个病 所以 呃 对于我们来讲 这就是 刚才此地也不容易啊 那个最后说你了 对 所以 所以 那样的病 就感觉 特别的冷 没特别冷 因为 不患难啊 不患难 申哥你是在山洞里吗 你能不能看不见我一会儿 有心解决 你那边一直有火车轰鸣的声音 哦 对不起 我把风向关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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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是给自己放了一个BGM是吧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太热了 我 我需要一点那个出场BGM 懂了懂了 懂了 我说过了 好的 又开一开了 快 开启下一个篇章 OK 来吧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篇章是什么呢 就是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 可以再分享一下你们 就是你们眼中啊 你们自己眼中 你所扮演的角色的闪光点 就是 你会特别亲 亲特的角色 不管 然后同时也可以谈一谈 就是剧中其他角色的魅力 对 但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 我这个主持人到了 对不起 没事 我先来 我先来 我先来啊 我先来啊 下果啊 就是说下果吧 下果呢 就是一个很不 就是她挺不服输的一个小姑娘吧 嗯 对 小姑娘啊 乐山人嘛 四川妹子 辣妹子啊 然后就是 不管是上海县啊 还是乐山县 其实都会有一点 嗯 小倔劲儿 就不太服输的一个一个劲儿 然后在呃 不论是工作上啊 就是乐山那条县 不论是工作上 还是家庭呢 其实都在努力的变好 然后重要的其实不是她做出的那个选择 而是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她都在努力的去生活 努力的想要 呃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呃 就是 比较上进 呃 也是呃 当然她跟上海那个就是 呃 也是一样的 当然上海那个也是下果 但是会有一点点区别 因为上海那个就是 她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慢慢慢慢接触的人啊 接触的事物 其实都在让她的这个呃 思维方式啊 然后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一些呃 各种观念 她会发生一个改变 是这样子 好 我我我再来是吧 来 我觉得预见给我的闪光点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她的这个 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责任心 然后包括这个当这个 博习之间的调和器 以及还有一个就是 给予另一半的这种情绪价值 嗯 我觉得这三个 我就是预见的一些闪光点 当然她一些闪光点的时候 她就会带来一些 反面的问题 就是她有的时候 调和器做的 是不是太过于调和 最后变成霍西尼 那她的这个担当 是不是有的时候 就有点过于大包大揽 就变成一个过于担当 就变成这种大包大揽 这其情绪价值 是不是就是变成 可不变成一味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因为人吧 尤其我们是现在去 没有那种人物完人 她每一个 在遇到了具体问题上 都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当然正是因为这些不标准的答案 才能经常的去跟我们生活很贴 才能去打动人心 嗯 所以我是觉得 遇见其实是 就是 就是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照顾着家庭啊 身边的人 这么一个 一个 很暖很温暖 嗯 然后也很细心很细腻的一个 大男孩 对 也是从男孩 然后慢慢慢慢成长成一个 一个丈夫 爸爸 这样子 对对对 真哥 刚刚那个就是 就是姚池说的那个 题目是好像是 就是来评价一下 你们的角色 所以我想了半天 就是在我眼中 你们的这个角色 是这样的 结果从 从来死活不说自己呗 对对对对 结果从你开始 就你一直在说自己 这样好吗 我 我来说一下 你那个角色 然后我再说一下 行 然后我再说一下 姚池的角色 然后最后姚池来说 行不行 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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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我的眼里面 这个角色 非常勇敢 当然楚西演的也非常勇敢 我觉得能做选择 能够去敢于 面对这个 生活 各种选择的人 我觉得都很勇敢 真的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嗯 然后游学艺呢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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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艺演的这个角色呢 我是觉得 很善良 挺厚道 实话啊 我觉得真的挺善良 很厚道的 然后加上跟你帅气的这张脸 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我觉得非常好 嗯 因为咱俩戏份不多 我在这个 戏里面也没有 就是本身也 也不是说去了解你的那个 那个角色 这个人意的 所以我可能也不应该去了解 但是我就是从一个侧面看到 姚池 你真的你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 谢谢谢谢 非常帅 尤其那个小粉猴 太帅了 嗯 这个就是 我觉得 帅足足够了 在这个戏里 我在这个戏里面可能 就是他确实是担当一个 确实时时刻刻都在耍帅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 对我那个 真的假的 在耍帅 确实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哎你那几下很厉害 我昨天看了那个 真的吗 哇学好久 那个确实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那个小女生 脑特不发达的人 肢体比较笨拙 然后当然还 不过那个后面 我确实自己喝酒的时候也去用一下 然后跟朋友展示一下 然后那就到我介绍我自己的角色吧 就 也不是介绍了 就是说一下我这个角色 在我眼中的小女生 就我觉得他和我特别不同的是 他特别 他是一个 他本身是一个特别爱耍帅的一个男孩 确实这也不是一个缺点 但我不计 不是特别擅长这件事情 然后 他很棒的一点是 我觉得他非常 非常洒波 就是他可以非常 不在乎别人目光的去 去做一些自己的选择 然后去活着 也可能是因为肩膀上弹子 本来就很轻 然后 对待感情也是 然后对这个世界也是非常 有看果物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他特别棒的地方 嗯 然后 告白兽也很严密 嗯 不能剧透了 反正就是做了就不会后悔的一个人 他是这样的人 然后 哎 其实我特别好奇 因为刚刚 就是 陈基姐也 就是 虐威的评价了一下 这个 学艺哥的这个角色 其实我特别好奇 我们三个男生角色在你眼中 是 怎么样的 就是 就是你可以评价或者你觉得 就是在你眼中 也不用比较 就是 因为评价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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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很了解对方 然后 遇见就很温暖 然后 看见他就会 你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想笑 就会感觉像个小太阳一样 被照耀 感觉很有安全感 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就有他在 其实他就会很安心 就像下滚的一句台词 就是在医院走廊 看到遇见的那一刻 其实他的心就放下来 他就安心了 遇见是这样子的 然后包括在 好吧我不剧透 大家看吧 对 就算是 好了我不讲了 我想申歌吧 我怕我自己讲都已经剧透了 申歌其实就是在下滚的人生中 像一个导师一样 他是老板也是导师 然后后来也称 剧透一点点吧 也成为了就是一个阶段上的伴侣 对 就一点点吧 观众肯定也都看得出来 是不是 对 然后 然后会给他很多宝贵的经验 让他迅速的在职场上会找到一些方法 然后去怎么去跟人打交道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给让他在这个感情上 其实也是也是给了他一个也是给他上了一课 这么说吧 给他上了一课让下滚很好的去重新损失自己的一个对待感情的态度 还有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各方面工作 人生还有他的感情 生活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姚迟啊 我们的艾伦 他就是在里边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开朗非常洒脱的一个大男孩 他给到下滚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活在当下 他不考虑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的 不会想太多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人啊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种果敢 这样子的一种勇气 一种疯狂甚至是 嗯 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想去做什么 就去做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就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就很敢爱敢恨 这是一种非常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就很欣赏 就是三个其实都给下果 给了下果非常宝贵的一些 嗯 怎么说呢 人生指引吧 还有人生经历这样子 谢谢你们让下果成长 谢谢 哇 哇 我每一个我都听进去了 就是东老师说的 哇 这个这个太棒了 然后 就我也就我也觉得 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是其实就我 可能我们对于下果来说 我们的存在也是有意义也很重要 但是就是我先把心眼里面觉得 就是下果 因为他很勇敢 然后他很很坚强 我一直很佩服他 然后我也觉得他一定会 就是我练习他就会做得很好 然后到我们下一个环节吧 下一个环节就是 part 03 您场面分享和弹幕的 就是我们剧中的弹幕的这个回应 有一些很好玩的弹幕 然后我也追到了他们 然后看看就是我们的观众 对于各位的评价和反应 然后 你们看到如果 就如果如果是关于你们的 你们也可以 点评一下他们的弹幕 首先第一个 终结又带着他的 能看到吗 终结又带着他的 OOTD来了 好看 OOTD是什么呀 就是每日穿搭 对 每日穿搭 特别会穿的博主 特别会穿的明星模特 他们就会在社交平台分享 OOTD就是特别时尚的人的一个 所以是要我那个回应一下 他们的回应 他们的评论 对 这个OOTD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本人可能平时会有一些 但是下果 下果的OOTD是 是服务角色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为了一个时尚 或者说展示 No 没有这个关系 跟这没有关系 它是为了人物去服务的 乐山县的下果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是邻家女孩 会更 希望她有一点纯真 然后很干净的感觉 然后所以选的很多都是毛衣啊 然后因为下果是夏天的 剩下的果实 所以我给她的主色调是绿色 所以你会发现下果有很多绿色的衣服 毛衣啊 小毛衣啊 就是比较乖的一些衣服 然后比较适合乐山那个城市的景象的 然后上海的下果呢 刚到上海的下果其实还是在乐山那个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的进入了这个大公司的这个职场之后 它也会稍微有一些穿着上的改变 会更加的利落 干练一些 比如说一些西装啊 然后衬衫啊这种 然后会去繁琐 然后更极简一些 然后慢慢会更加有质感 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也会根据她的一个心目历程 一个经历去调整她的这个穿搭 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一个既视感 就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每一套穿搭都很美 但是总体是第一角色 不要再说什么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有些我看有些观众啊 就是最后怎么分清楚乐山线和上海线的 就是由下果的发型去区分 对了 没错 我们就是用发型去区分的 乐山线的下果就是一直是一个半扎的那个头发 然后到上海的下果一开始呢 就是批下来的 然后到后来就没有刘海了 去刘海了 是这样子 你们 要忍真的看 然后下一条弹幕 刘学义下凡令节来了 凡事的节太熬人了 咱回吧刘学义 这是观众的 哇这个评论怎么样子 评论一下他的评论呢 哎呀就是偶尔做个人也挺好的 别老不做人 还是做个人吧 哦还有一条评论说 预见是懂提供情绪价值的 嗯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因为他还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呢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后面也有点不稳定了 但是目前来讲还是蛮稳定的 因为他是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家庭 以伙伴 以这个 这个小家为优先考虑的 嗯 对他是家里的一个主心谷 爸爸妈妈对他的这个期望也很高 然后但是也希望他在身边 所以预见就是扛起了家里的一切这样子 包括给夏果就是从小 因为夏果受预见家里那个照顾也很大 从小预见给他很多的温暖 就是像 就像一个 像一个哥哥 然后又像 又像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很有学长的感觉 非常有安全感 还有一个 好儿子 说到儿子你看 婆婆 妈妈 手机的 对来 遇见 你赶紧那个 回应一下 你是怎么想的吧 这个妈还有婆婆 那我就尽量让大家省点心嘛 既然都不省心 那我就尽量省点心 我这不能家里面全都是一地鸡毛啊 挺累的 遇见挺不容易的 真的 而且这电视剧嘛 就那大家都省心看什么呢 对不对 对 主要是要让大家看点刺激 对对对 下一个这个弹幕啊 说到爸总是林雨珍的舒适圈 哇 圣哥这个怎么回应 我叫回应吗 这个 这个 不是回应 就是给他的议论 你就是回应 回答一下 你听过这个称呼吧 圣哥 你有听过这个称呼吧 听过 从你这里说出来 我可以说出来的 哦 好像是吧 我不记得 那你有啥感想吗 没有 没有感想 所以就是本色出演 因为 差的太远了 所以就 没有办法再 再去 解释了 我是一个不爱解释的人 你知道的 就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弹幕啊 我觉得是 对森哥的一个问题 大家不要再这么发了 我感觉 不 没事 没事 随 我知道 我知道 森哥随 但是我觉得 别发 好 到我了 摇齿祖看起来真的会调酒 告诉你们 我真的 他真的会 因为这部戏 我真的会了一点 当时我 在见这个角色的时候 然后他们问我 会不会调酒 我说 我不会调酒 但是我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句话 所以他们对我 起了一点兴趣 结果 就是快要进击的时候 赶紧学那个调酒 疯狂每次 就是每天都在 疯狂主席 然后调给家人 或者调一些那种 没有酒精的 基于酒精 然后到现在 我记得你有一次 在现场 是不是调酒 好像还不小心 把那个杯子 好像那个杯子 它会薄 然后是 是不小心 把手给滑了 是不是 我记得在现场 好像你着急 他们让你帮忙 把那个杯子 放到那个水槽里面 一放下去 好像是 对 原来调酒也是 有风险的 把手奔的人调酒 有风险 但是谢谢大家 说我看起来会调酒 要不然 如果没有这些弹幕的话 我还会心虚 当我看到 自己调酒的片段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 就是关于我们 每一个演员的 这个评论 就是网友回应的 一个环节 提问 钟老师 大家都说 两条线的下果 给大家的感觉 是一样 那演绎的都是 如何区分的呢 有没有一些 对下果特别的设置 首先那个 刚才就讲了嘛 就是在外形上面的 这个设计 它有一个小区分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下果 它还是 它还是那个下果 就是 但是它到上海之后 也是慢慢慢慢的 因为接触的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一些 人生观 世界观 包括爱情观 也会有一些些区别 当然它也是在成长 和摸索当中 那么它刚到上海的时候 其实一段 刚开始一段时间的时候吧 它开始慢慢融入上海的时候 也会被当地的 这个一些氛围啊 包括口音啊 所感染和影响 比如说跟玉剑 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 就玉剑会听到他说 他回应别人的时候 会说好的呀 对好的呀 就是一个比较偏上海的 一个说法 而玉剑其实是听进去的 因为平时好像 就除了上海之外 好像比较会少这么说话 特别是在乐山 应该不会这样讲话 所以这是一个下果的 一些小细节的一些 一些处理吧 慢慢慢慢到后面了 他讲话跟一开始 初来乍到到公司 是一个直上小白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是不一样了 后面就是成长了很多 就是观众在往后看吧 请大家吸引一下 接下来的剧情 但是我们的戏节奏很快 嗯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 咱们剧特别舒服一点 我特喜欢看节奏快的剧 然后就看着就很 好 下一个问题 一问刘学艺 很多网友说 刘学艺演出了乐山 安逸闲逝的感觉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让人很有代入感 很厉害 是如何控告的吗 嗯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一切根据实际出发嘛 因为说的都是那种 家长里短的那些事 就是 那天我们有的时候 在现场会沟通很多 问爸爸妈妈 他们经历过这样的事 会怎么样 包括我跟楚西 我们俩经常聊 聊最多的其实 记不记就有一场戏 就是你怀孩子了 我说我要做爸爸了 那个 我就是比较难 get到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俩 反正就是 因为那场戏 我从前一天 咱俩就在聊 我说怎么办 怎么去演 他怎么去找那感觉 所以也有说 要不要提前设计一下 但是 其实也是 那个感受 当下的那个感受 嗯 然后其实 在开拍之前 还没想好怎么演 我就特别害怕 我演得特别浮夸 啊 我做爸爸了 怎么怎么样 就是 你的情绪上不去 就很 但是你真正就是 在拍起来的时候 好像还挺顺的 反正一遍 是不是就下来了 我记得 就是当你真正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就是 哎 这一切就通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 还是从 生活出发 嗯 嗯 好 那我们下一位 哈哈 提问 申哥 有网友说 下过第一天入职 就被老板狂撩 薛宇明 你别太会了 人不敢爆棚 是不是给薛宇明 设计了一些 特别的细节呢 我没有特出给 我就是 本特出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郑姐 郑姐 我我我啊 其实希望那个 薛宇明演完以后 还是能够给 下过 加到分的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突出 就是下过的 AV面嘛 这两个选择 如果说 呃 因为我确实 离这样的人物 生活中差得太短 你知道我演这样的人物 其实很 因为呢 如果说我演的 还算是能被下过 如果在这个角色上 你可以给我打个分数 好吧 那薛总必须是100分 哈哈 我的人生导师 你都管我要分了 就是 这不用打出来吗 你身体有一个分就行了 不是 那个 让大家打吧 交给观众打 好不好 这个就是 对 就是观众看的时候 也都是 大家也都是下过 就代入一下下过 咱们给 那个薛总 把这分 对 申哥其实想说的是这个 是吧 我帮你说 我是想说的 就是 其实薛语明这个角色 是为下果而同意的 就是在他的AB两个面当中 实际上是一个 很鲜明的两种人生啊 我觉得这个 跟这个角色 它的一个 一个存在意义 不顺了这个 他的理智啊 然后包括他的 很多的 理性思考啊 说实话 我没有理性 思考过爱情 我也没有理性 思考过自己的人生 很多时候 我们作为演员 多数都是感性的 往前走 你很难理性的 再往前思考 我应该干什么 都挺难的 像一个人 还是 对我来讲 还是 很难驾驭 我打完了 你看 声歌开始热络起来了 声歌刚才是有点害羞 就是你看会说 你就多说点 谢谢声歌的分享 我看到弹幕上说 薛语明太会了 太会了 一百分一百分 你看 就是观众的 观众的打分 也是非常的 和我心里的打分也一样 姚池 姚池 到你了 我这有脚本 我来问你吧 你就别自己念了 虽然两尴尬 我自己念 这句两尴尬 我帮你念吧 来 我看到弹幕 其中一条是 寸头姚池好帅 搭配调酒师的职业 感觉又匹又专一 如何拿捏这种气质的呢 拍摄调酒戏份 有什么幕后分享 来吧 就是我感觉 就是寸头的我 谢谢大家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 觉得我寸头是挺帅的 然后搭配这个 确实是和 我觉得大家想象中的调酒师的 造型什么的比较贴近 然后确实他也是一个专一的人 然后 拍摄调酒戏份的幕后分享 我就是感觉因为 我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专业 在调酒的人 虽然我在之前也有练 但是当我到片场的时候 我还是会特别紧张 就是那个手啊 因为通常就会 在片场 不由自主的片子不学调 所以在有一个蒙太奇里面 拍摄 有了调酒的那个地方 开了很多很多的媒体 也感谢大家都有这个耐心 然后到后面 是一个越来越顺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还真的 就是 下午调了好几杯酒 然后 喝起来也真的还不错 但是他不真的 真的很 不太不错 对都是那个 就是无酒精的那个 对那种应该 果浆 饮料 也不一样 澳城汁什么 但喝起来居然真的还不错 对对对 好喝好喝 对 就都还挺 就是轻轻反战的 就害怕 每次喝完我的舌头都是五颜六色的 对 然后也真的学到了几种 酒的调法 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 当然也有对面的人 一直在夸我调酒调的好 然后最后一个 提问全员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平行时空存在 咱们身份也不是演员 会选择什么样的 因为刚刚 当提示姐也说了 最早的时候你就说 就是如果你不是演员 如果你在你的家乡 还会怎么样 所以 你觉得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呢 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然后为什么 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发散的去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 我如果不是演员的话 我 我可能 我可能是一个舞蹈演员吧 我可能是一个 就可能还在跳舞 但也有可能 因为现在年纪 这个年纪也跳不动了 可能会从事一些美业 就是跟没有关的东西吧 因为我喜欢这个视觉的东西 对 然后小时候很喜欢画画 对 我在考大学之前 考那个 考上系之前 其实我还差点去 报考 就美术方面的这个 这个学校 对 因为我小时候也 兴趣很大 有可能吧 对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 就是 上系 对 所以 真的经常想 如果当时没去上戏 没做这行 我现在在 在做什么 经常会有这样的想象 你别说 你别说之前了 你就是 很正常的 今天我都会想 我如果中午没吃那根烤肠 我会怎么样 我平行时空 没吃考尝了自己 我当时在片场的时候 然后 就是我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 第二次见到你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你感叹 我说你真的是我见过 最时尚最时尚的 就是 就为什么你穿什么衣服都这么好看 你还记得了 疯狂的 就是可能我这个话 就是在人面前说也挺尴尬 但真的 就是 就是你一定就是一个 就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存在 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 首先很时尚 然后并且 可以把美做到极致的一个人 对 啊 好 我有彩虹 我可能是为大家服务美的人 对 对 对 远一哥呢 如果有平行时空存在 你会是什么样的呢 美食博主 或者是民宿试税员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两个又能玩 又不需要太多的那种专业性 然后只讲感受就好了 然后满满的 就是这工作满满的 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 嗯 这俩职业我已经惦记好久了 嗯 你也可以啦 也可以 你可以副业 现在做副业是美食博主吗 多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 对不对 对对对 我现在争取 争取尽量以后 多给大家分享一些美食 嗯 对 然后争取以后开个民宿 哈哈 行 行 行 申哥呢 如果有平行时空存在 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 如果不做演员的话 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如果有那个机制的话 如果有那个机制的话 做一个宇航员 不可以做的 敬佩 但是宇航员应该会很孤独吧 他喜欢孤独 他喜欢孤独 现在觉得地球已经呆不下去了 是吧 太吵了 他觉得挨人的这个最美好的世界 让我就是赶快让姚齿把话揭过去 只有你 如果我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自己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就我有一个阶段就是在高考的时候 我在选 就是我在犹豫到底在西安读一个师范类的大学 还是去北京 然后我去北京可能就是 因为我一直都想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在北京可能 我不是这个专业 但是才能 才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所以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 我想一定是会在西安 或许现在在比习机构 或者是在学校当一个老师这样 其实也是很 然后也可以看着孩子那里边有点长大 也很不错 对 也很不错 对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可以去做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可以去学校里面 也可以去给孩子上课 就是义工 我之前有是 我之前有是 去甘肃那边试教 然后可能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其实我还挺喜欢和孩子相处的感觉 但是 很注意 对 但因为我现在做的事 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所以我也不会后悔当局的 这个选择 然后 这个环节结束了之后 就要我们分享一些 幕后的故事吧 我在片场可能待的提案不特别多 所以大家还自己记得当时拍摄里面的叙事呢 就有没有什么想爆料的 你们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幕后 剧 其实就是一些比较 如果说戏来讲 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有冲突的戏吧 其实就像刚才学艺讲那场 他要当爸爸了 那场戏 对 但是真的是他那场戏 真的是一条还是 一条还是两条就就就拍拍完了 嗯 那你就在那个前段 你们已经就是焦虑了很久 这个事情 主要是我焦虑 主要是他在想要怎么去感受 因为他没有感受过嘛 但是你也感受了一把 对对对 对所以你你你真是真的遇见这个 遇到这个事情你 你真的会哭啊 哭的比这惨多了吧 不知道就是 没控制住的吧 就是你说不上来 你可能再来一遍 你可能就哭不出来了 但是其实导演那天 其实给了很多启发嘛 就是说哎呀 就是有这个牢骚 然后就拿这个牢骚去说 哎呀你不能吃牢骚 你晚上吃面吃饭 用很多关心去把这个 把这个特别高的情绪 还是要拉回到现实 我觉得这个就起发过 有没有当 比如说你们当时 有没有什么冲突的啊 吵架的这种这种戏 会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吗 有啊何几次呢 跟预见吵架啊 这种印象在我这儿没有 我先说了啊 特别简单 就是就是因为我们都 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 羊了以后拍这个戏 其实总的来说挺苦的 那苦的事都不跟大家讲了 嗯 刚刚你说的是有趣的事 那他点有趣的事 钟老师是我见过最爱吃的一个女演员 但是他怎么吃 这是第一啊 然后其次他每一次告诉你 就是买的这些吃的 他永远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他点的最好吃的 然后你如果吃了一口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就是 他说的是对的 这就是最好的 爱你不许有任何人反驳 这个就是就是我我我没想到啊 因为就是我没想到他对于吃的这个理解和对于吃的这种 这种欲望真的是很在意料出来 其实我是美食博主 没有因为大家都在现场对吧 每天吃的也都感觉 怎么说都比较单调 就给大家加点菜 总是能吃到好吃的 当我们拍了就好了 他坚弹就是给我们点那个 一个上头 那个葱油饼 哇太香了 太香了 二位的直播主 然后就是 我看今天的直播 我们也差不多到尾根了 然后各位 然后让我们跟观众 到一个别吧 妈呀这好突然 然后就到别的同时 再安利一下 上一秒还在聊上海葱油饼 真的呀 我们好硬性哦 我以后再也不当主持人了 我真的 没有就是 我们说大家也都真的可以 我们这部剧 我觉得看过的吧 或者你在看的过程中 肯定都会多多少少一定都会 看到自己可能年轻时候的一些影子 可能也会在人生中的一些 一些片刻的 怎么说呢 一些片刻的思考 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因为咱们这个剧 说实话 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 启发 启发 然后或者说 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还有一些选择吧 对 对 我就顺着那个 储西先生往下说 其实也是 希望给大家 自己的生活中 希望看了这个剧 能给大家多一点力量 然后更加坚强的 去过后面的生活 然后不要为以前的选择 感到后悔 感到遗憾 然后每一天呢 都是全心的一天 做好自己的每一天 对的 既然选择了 就努力的 坚持下去就好了 对 希望这个剧 能够给大家带来 一些感动 或者任何感觉 就比较 对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情绪价值 然后也祝愿 就是各位在生活中遭遇难关 或者要做选择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然后 比方相信 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是正确 所以你来说 你都会有很好的生意 然后 是的 今天这个直播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 这部剧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这部剧 然后我们一起到个别吧 我要去追剧了 我今天他的更新还没看呢 好 我们就追剧了 过几天机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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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对观众 拜拜 拜拜 怎么下线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